男孩大晚上走在公路上 同学父母看到了问他去哪 女人想不通 这么晚男孩去体育馆干嘛 男孩弱弱地说 因为体育馆暖和 女人觉得男孩可怜 把他带到了自家的别墅 这是男孩住过最舒服的一晚 睡前女人还担心 男孩会不会偷东西 第二天醒来 看男孩不见了踪影 他追到门口 才发现男孩打算离开了 女人邀请他 一起过感恩节 吃饭的时候 两个孩子都毫不嫌弃地 和男孩手拉手 女主人也说 很幸运男孩的到来 这是男孩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原来男孩从小就到处流浪 因为他出生起 就没见过父亲 而母亲也因为不良生活习惯 没有抚养的能力 因此他常常被寄宿在不同的家庭 甚至经常留宿街头 从小寄人篱下的生活 让年仅16岁的男孩 变得异常沉稳孤僻 女人得知男孩的身世 心疼不已 从那以后 他经常带男孩回家住 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教育 并且 他成功收养了男孩 男孩脸上被涂得五颜六色 帕尔默询问男孩 是不是同伴欺负了他 可男孩却说 是同学的爸爸做的 他立马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找到正在打台球的朋友 上去就给了他几拳 男孩经常收到这样的侮辱 因为男孩生来就与众不同 他喜欢穿小裙子 喜欢和女孩玩 喜欢在头上加个小夹子 正因为如此 他被当成了奇怪的人 只有帕尔默不把他当成奇怪的人 两人也在日常相处中 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可这天 男孩的妈妈找上门来 他把男孩带回了家 帕尔默一下觉得 生活没了期望 因为他刚从牢里出来 是男孩的出现 带给了他生活的希望 这天他看到女人和男友吵架 甚至还在稀释面粉 他只能强行把男孩抱走了 女人马上报警了 在半路上 警察找到了他们 并且以绑架罪逮捕了帕尔默 男孩哭着请求他们放过帕尔默 他不想和帕尔默分开 后来女人终于意识到 他们俩身后的感情 把男孩的监护权让给了帕尔默 女人刚准备结账 却被人抢先一步 他向对方说话 对方好像也把他当空气 就连服务员也好像当他不存在 可女人着急参加会议 只能先离开了 他刚出门就看到来接他的布莱克 可是对方没听到他的叫声 直接开车走了 女人只能走路去会议地点 等女人到目的地时 天已经黑了 他刚想和男人谈谈 可旁边的人都好像看不见女人一样 无论女人说什么都没人理他 然后旁边人自顾自地开始了测试 女人像他们一样戴上了仪器 却看到了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幕 女孩的爸爸无缘无故被警察抓起来 女孩也被推倒暂时失去了意识 而这个女孩就是他自己 原来女孩是个作家 有公司把他书的内容做成了视频 女人这才意识到 刚刚那些人都是假装看不见他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